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呢 就是Sephora Haul这个December的Playbox的开箱实测 那有幸小朋友就不要做过了 之前呢,我有给大家做过一期是November的 然后其中呢,我要重点给大家再update一下 有两个产品 就是一个是这一个Glam Glow的这一个Moist Rizer 还有就是Clinical的这一个唇膏 那我要给大家update的呢 就是这一支Glam Glow的这个Moist Rizer 我呢,就是做完这个开箱实测以后呢 每天早晚都有用 这一个非常的棒 我现在就是决定一定要回购它 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对于我来讲 如果是让我可以有肉眼所见的一个改变的话 那这种护肤品那肯定就是要买 那它肉眼可见的点在于 特别是晚上你擦了它以后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跟你说,那个皮肤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嫩 很滋润 我们这边是明中嘛 是经常下雪 以及气候非常的干燥 甚至连我的Lamere都没有办法给我这么滋润的一个敷感 这个可以 但是它的滋润呢,不是水润 是比较含油性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油性的肌肤的话 这可能不太适合你 但如果你是就是正常的肤质或者是偏干型 沙漠皮的话 这个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点 这个非常搭配粉底类以及粉底膏类的这种底妆产品 你连就是修饰乳或者是妆前乳都不需要直接用它 然后擦刚刚那两类的一个粉底产品 整个肤感非常的平滑 很漂亮 所以这一个呢 我没有想到哦 这一个就是使用效果和感受会那么好 我已经决定一定要回购一个正妆 真的Lamere都没有这个舒服 然后效果呢 也没有这个好 Lamere好就好在它有一个修复的一个作用 但是这个第二天立马立干见影的肤质细腻柔软 如果你们想要那样的一个肤感 或者是一个皮肤的改善的话 就赶快去购买它 它唯一的缺点 我觉得是比较主观来讲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呢 是有一点孩子气的泡泡糖的味道 所以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但是就这个作用力来讲 我给它打扣100分 接下来呢 我发现就是这一支就是在11月的那个play box的这支唇膏 我也要给大家打扣 因为当时没有给大家上唇嘛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裸唇的状态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就是颜色 大概就是一个梅子的酒红色这样子 涂在嘴巴上 我跟你们说 非常有气质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就是整个的妆效 一下整个人就亮起来 而且呢 它的这个膏体呢 是属于比较滋润 但是没有像那些唇彩一样特别黏腻的一个感觉 然后放在嘴巴上 真的我跟你们说这个酒红色太有气质了 只要是熟女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一个比较成熟干练 有气质的这样子一个妆容 这个效果非常好 现在这支润唇膏呢 已经正式进入了我的 就是每天的化妆包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是今天我忘了化唇妆 然后又或者是我今天只是一个素颜的状态 我都会用它来提升一下气色 如果我今天是素颜的话呢 我就把它放在嘴巴这个里面 小范围的一个部分 用手指晕开给它一个咬唇妆 就比较自然 上一个月的这两个产品 我觉得都很棒 很喜欢 那上一个月呢 我有一个产品是这一个 Dr.Jar的这一个 也是一个Tiger Grass Color Correcting Treatment 也是一个moist riser 我非常讨厌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 就是在脸上是有一丢丢 就可以改变这个红色的这个状态 因为它有点偏绿嘛 但是不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是含有防晒的 它这个防晒我也说不上来是化学还是物理 因为物理防晒的话一般都会沉膜 你的脸就会变得比较白一点 但是因为它有这个绿色的一个修正 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 因为物理防晒的原因把皮肤变白了 还是化学 但是呢整个肤感我觉得非常的油腻 然后底妆放上去呢感觉闷闷的 不是特别舒服 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可能会把它真的就是当做一个 紧姿的一个防晒霜来擦一下就好了 OK那我们看完上个月我的产品的一些review和update以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月play box到底给了我们什么 首先呢它有一个ABH的一个brow gel 是一个dark brown的一个color 接下来呢它有一个urban decay最出名的这个all nighter的这一个定妆喷雾 一个bobbing brown的一个眼影笔 一个tarte ringforest of the sea的一个moistizer 面霜 以及这一个bonbon cream 还有一个就是living proof的一个styling cream 好这就是12月的这几个产品 那我们现在就一一进行一个开箱 那它的那个包装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 我就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那我们来先试一下这个ABH的这个brow gel 然后颜色是dark brown 现在我的眉毛是一个很素的状态 就想来试一下我自己的本身的这个眉色还蛮深的 那我就先试一边好了给大家看一看 哦它这个上色效果很强耶 你看这边和这边的一个差别 是一个我觉得还蛮黑的 不算是不算是dark brown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黑色了 然后呢它填补眉毛的这个空隙的这个能力呢 非常的强 还蛮自然 没有特别的湿 所以呢不会搞得眉毛湿湿答答的 哎你看这妆效很厉害耶 你看这边 哇有没有用这个差很多 接下来我再用这边来画 这个太短了不太好画 那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仔细看我这里 我这里的眉毛稍微有一丢丢的稀疏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补完它的以后 会不会效果很好 因为我前面的眉毛就已经蛮浓了 哇好自然哦 好自然哦这一个 虽然我眉毛现在有点太黑了 但是天呐这太自然了吧 好这就是眉毛补完的一个状态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给大家拉一个近景来看一下我现在眉毛的一个样子 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实测的这一个ABH的眉毛的一个这个brown gel的一个产品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自然 很轻松的就可以把眉毛画得很完整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就是中国式彩妆 就是五官立体鲜明 黑色的眉 然后红色的唇 这样子的一个女生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非常适合 记住我的这一个色号 它送的是Dark Brown 放在脸上真的是很漂亮 很不错 而且方便使用 应该算是液体加粉状的这样子一个质地 涂在眉毛上我觉得对 还是有一丢丢黏黏的 要等它干一下 现在呢它这个在我手上的试用呢 已经是几乎是干掉了 然后如果你这样揉搓的话 对手指上也不太会有流色或者染色 应该算我不知道会不会防水 但是呢花妆的情况应该不太可能 大家看到手指挺干净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开这一个 All Nighter的一个Setting Spray 它打开呢就是这么一个小的 一个比较类似于旅行妆的瓶子 那在我自己的化妆桌上呢 就有它的一个正品 这种小瓶子我很喜欢 因为我可以带到我的办公室啊 旅行啊 放在包包里 所以就是除了定妆以外 这个还可以进行一个补水的作用 然后这个呢比较适合油性的肌肤 因为它控装能力真的很强 如果你是油性肌肤呢 这个还有一个用法可以帮你超长持妆 然后控油 就是在你做完护肤以后呢 直接拿它来当妆前的一个湿底的喷雾 你直接把它喷在脸上 等它干透以后呢 你再来上你的底妆 因为这一个呢 它是有一个沉磨性的 所以它可以帮你把油脂呢 控的比较的好 当然了你化完彩妆你再用它来喷一下 那当然是双重的一个控妆 所以如果你们老爱出油的话呢 这个就可以作为妆前以及妆后的两次定妆 来帮你们长效的控油脂妆 我作为定妆喷雾来讲 这个真的是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 不然我也不会在家里面囤六瓶这么多 好接下来我们要开的呢 是Bobbi Brown的一个眼影笔 这一个呢是Golden Pink 虽然它们的size呢都是比较小的 但是play box嘛 你也就是来试一下各种不同的彩妆品 它打开呢是这种旋转的 比较好不需要去扭 那我给大家试色在我的手臂上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颜色还蛮漂亮的 然后它的那个质感呢也是非常的顺滑 用手这样子去揉搓的话 也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进行熨染 之前有看我Sephora Haul try on实测的呢 就知道我很喜欢New Stick的这一个眼影笔 然后它们家的呢是长这个样子 我来画在手上 这是一个比较相近的颜色 我给大家画在手上来比一下 这是Bobbi Brown的Gold Pink 然后这个也是类似于比较深一点的Gold Pink 我觉得两个从质地上面来讲 New Stick的这一个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偏粉状 就是它有一种你把它揉匀以后呢 就是有一点像眼影粉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Bobbi Brown呢 它的感觉比较像膏体 然后你搓开以后呢 然后你搓开以后 Bobbi Brown的熨染的一个感觉呢 没有New Stick 就现在我在手上试的这么的顺滑 但是我觉得质感也算是蛮不错了 好那我现在就把它放在我的眼头的位置来上妆测一下 看怎么样 我觉得这颜色就是它送的很好 因为这个颜色不管是什么肤色女神都会很喜欢 那我就画在眼头 这个位置 哦很漂亮耶 然后还有这里 哎呦我觉得很不错耶 待会我会给大家拉近近 好这个Bobbi Brown的眼影笔呢 我是放在眼头以及下眼睛前面的位置 妆感上非常的自然通透 然后显色力很强 延展度也非常的好 跟我自己就是这一个是New Stick 这个是Bobbi Brown 我觉得从质地上面来讲 真的嗯没有说差太多 这个还不错 我会就是用它来化眼妆 给大家进行一个实测 然后呢下个月的play box 再来跟大家进行updat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Tarte Rainforest of the Sea系列的 这一个Moistizer的一个面霜 那我自己本身就有他们这个 The Rainforest of the Sea系列的粉底 以及这个遮瑕膏 我都很喜欢 非常的水润和自然 那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 它里面是这种 有点褶梨状的膏体 味道不是花香的味道 是一种竹子 竹子的味道 好那我就先来试一下 在手上 好软好凉哦 放在这边 哦真的是一个褶梨的一个膏体 好舒服啊 哇真的好舒服 凉凉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立马干掉 我觉得现在它可能 嗯 要花个五分钟吧 我这个视频录完以后 它干没干我都不敢保证 好那么就把它先留在这里 第一的肤感和触感非常的好 而且你可以立马感觉到 它有补水的作用 因为它凉凉的 那我们就让它放在手上等一等 看看它到底要花多久时间 就是干掉 好最后一个呢 就是来自这个 Bazillion Bombomb Cream 这一个我自己呢 是有他们家的正装的size 所以你就知道 我是很喜欢的 他们家的这一个产品呢 我是以前在Sephora去 就是乱逛的时候 那段时间 自己的手嘛 就非常的干 干到就是 任何就是欧舒丹的什么 护手霜 包括凉凉都没用 但是我去擦这个 它膏体是这样 放在手上 轻轻一推 它就变成那种 又水润 又有一点偏油的 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完全没有凡士林的 那种厚重感 它的味道 是非常奶油的一个味道 但是它的这个滋润度 是我用过的最好的 护手霜 以及身体乳 如果我自己皮肤那段时间 很干的话 这个东西 我就是每天都会擦 但这个产品 就是它这个香味太特别了 是非常西方 奶油糖的一个味道 如果你本身不是特别喜欢 那么闷的一个香味的话 这个东西可能 你就会不太喜欢 而且呢 它这个流香的效果 还蛮长的 如果你们是 就是身体比较干燥 或者是需要 把手跟脸都护养的 很好的小仙女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自己用过护手霜 真的也是No.1 那最后呢 是来自这个 Livingproof的Styling Cream 这个呢 就是帮你滋润头发 变得柔顺 不毛躁的 这样子一个产品 我接下来自己用一用 然后再来给你们 做一个update 讲说它到底好不好 好 那12月这几件产品呢 我真的是很喜欢 特别是这两个 我本身就是有收购正装 以及无限囤货的 它给了我这种方便 携带的一个就是尺寸 让我就觉得 好感恩 谢谢你们懂我 Sephora 接下来呢 这两个 这个眉胶 以及这个 Bobby Brown的 这个眼影笔呢 就我的实测下来 我觉得很不错 整个质感 妆感非常好 而且呢 我觉得上妆也蛮容易的 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测试 这个Tarte Ring Forest of the Sea 的一个面霜 现在呢 这个已经干掉 但是 是黏住的 我的 我的手指跟我的皮肤 有被黏住的感觉 所以 我可能会把它作为 晚上的一个面霜使用 不然早上的话 我要等它很久 才能干掉上妆 就太麻烦了 好 这就是12月Sephora Playbox 的一个开箱实测 希望你们会喜欢 记得Subscribe me 拜拜